中华民国保全工会跟宏光科技大学 今天有一场产学合作讨论会 让我们来现场一探究竟 这一次保全工会 全国联合会张达昌总会长 台中会长毛约翰 保全从业人员权益促进协会等十多名代表 3月31号上午前往台中宏光科技大学 跟校长黄岳桂 研发处研发长林盛敦博士的团队 进行一场产学合作会谈 希望强化区域性自我防卫一致 以及万一发生战争时的准备工作 我们宏光有的科系就是护理 然后也有物理治疗 然后也有长照 还有我们的智慧科技 还有无人机 多游戏等等 非常多的科系都和我的民生非常有关系 所以希望这次合作可以有很好的效果 张达昌总会长表示 保全业跟公寓大厦管理业 都以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为目标 随着生活跟科技的进步 加入AI人工智慧 网络化物业管理都在精益求精当中 让保全工作能够死命必达 我们跟宏光啊 这个科技大学想要做这样子的一个产学合作 然后事先把它做了养成的教育 透过他们的专职 那养成教育如果能完成的话 那我们就有备无患 这我们希望以利益最大人民的福祉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以中部地区来发迹 谈到有关产业学 对于保全业界 未来保全人员 在推展跟学术技术 甚至于在防范安全的部分 要扩展这个与校方之间 获得训练跟知识跟技能的这个扎根 张达昌总会长不断的强调 战争炮火无情 对岸共军经常性的挑衅 台湾人要有自我防卫的意识跟能力 保全工会将来跟宏光科技大学 会有医疗救护 无人机跟多媒体等三方面的合作机制 记者陈文旭 徐家瑜 台中报道 我们也承接了很多政府单位的一些 啊 感谢观看